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处不在 无论是沙漠 冰川 还是深海 热泉 到处都能找到微生物的身影 而人体内也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 人体中大约有1.5到2公斤左右的细菌 其中80%以上生活在肠道 数量约为10的12次到14次方 其数量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 种类大约为1000多个种 其基因数量约为100多万个基因 是人体基因总量的10倍 如此大量的肠道菌群被视为人体的另一个器官 另一个基因组 细菌和人体共同组成了超级生物体 这个图是一期Nature杂志的封面 将肠道菌群描述为The Our Other Genome 我们的另外一个基因组 作为人体的一个器官 参与机体代谢产生维生素等供人体吸收 3.免疫作用 促进免疫器官发育 另外还有抗衰老及抗肿瘤作用 肠道菌群对机体的作用是如何产生的呢 根据目前的研究 我们可以假设肠道菌群通过许多不同的轴 与机体的各个器官相连 参与机体的代谢 这些轴就包括肠脑轴 肠心轴 肠肺轴 肠肝轴 肠肾轴 肠免疫轴等 这些轴通过神经 内分泌及免疫系统 与相应的器官相连 发挥其相应的生理功能 肠道菌群除以人体有密切的关系外 还与外界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 如图所示 人体 菌群 环境 三者互为影响 互为因果关系 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大的生物圈 三者 要保持相对的平衡稳定 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 肠道菌群的平衡与失衡 对人体的健康与疾病有重要的影响 那么这些影响因素有哪些呢 如图所示 这边 绿色代表维持菌群生理平衡的因素 包括 宿主体内因素 遗传因素 年龄 性别 免疫状态等等 还有宿主体外的因素 如母体的分娩方式 及喂养方式 生活方式 包括饮食 运动 卫生等 还有环境因素 地理位置 宠物喂养等等 另外一侧 红色的 代表 菌群失衡 以及 机体发生疾病的因素 包括 抗生素的使用 抽烟 饮酒 压力 手术 及消耗造感染 等等 糖盗菌群失调后 可以与机体多种疾病相关 如 肠道疾病 肥胖 代谢性疾病 肝病 免疫系统的疾病 肾病 心悦感病 和精神神经疾病 等等 肠道菌群失衡 引发疾病的机制 一般认为 是由于饮食等环境因素 引起肠道菌群 结构的改变以后 肠道菌群 可以释放更多的脂多糖 而脂多糖 可以激活下游的免疫系统 产生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使机体长期处于慢性危炎症状态 由此可产生各种各样的细观的病变 人类肠道菌群 与疾病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谁是因 谁是果 这个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肠道菌群与宿主 是相互依存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宿主应该起先导作用 比如说 我们改变了饮食结构 那么肠道菌群的结构 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即肠道菌群 要适应宿主的改变 当肠道菌群由于某种原因 发生大而持久的改变后 又反过来作用于宿主 引起一系列的病例改变 例如 当我们长时间服用大量广浦抗生素时 就会引起严重的肠道菌群结构的破坏 随之引起一系列的临床疾病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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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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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